欢迎大家收看北老80 今集想介绍另外一类可以帮到长者的服务 或者是一些大家平时不知道 原来都很帮到一些长者 大家讲起长者的东西就会想起 在身体上帮到他们 例如看医生等等 或者心理辅导方面 例如他们心理想要人家辅导一下 或者他们有抑郁症或者焦虑症 当然要心理辅导跟你谈谈 其实另外一件事大家不知有没有想过 就是在心灵方面 心灵方面怎样可以帮到长者 今天很高兴请来三宝子的主持 余洋法师 法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应该是这样回来的 不紧 你好 你以后是一个祝福 祝福 好 法师 今天很开心请你上来和我们聊天 也很开心 法师是说广东话和国语的 英文都可以 很开心可以和你聊天 今天我想说一下这段疫情期间 其实就算不只是疫情 平时的长者也很需要支援 例如在佛教来说 究竟这段时间或者平时是怎样可以帮助到这些长者 首先我非常感谢主持人 有一个因缘可以帮大家一起结缘 那么其实在佛教里面 尤其是这样的 这次大家都非常感谢主持人 就是灭头这个疫情 在佛教里面我们有分很多种 第一种来说就是用忠教的力量 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是否佛教徒 我们都希望祝福这个疫情 你快点过去 所以是可以用一个叫做诵经 就是我们可以诵经或者念法 其实念法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你做事又可以念 行住可以念初住可以念 就是用念法的功德回向这个疫情 亦都用念法的这个功德 是希望法博实可以加持我们自己身体健康 除了念法亦都可以拜佛 所以看自己的身体 可以念法可以拜佛 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打坐 OK 打坐是否真的像看电视那样 是要继续着脚 然后会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说打坐 其实是好像你所说的 是要继续着脚 不过到西方的时候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 参加继续着脚 因为长者可能活动不太好 这样最重要 打坐最重要的是 给我们可以重复 所以不是说我的知识 是怎样才是完美的 集中精神 所以你可以像我现在这样 你的脚是这样的 很自然地放下来的 或者说你站着你 也是可以打坐 很多人说 我一打坐 我一坐上去 眼一睇起来 就觉得好像很乱 怎样乱呢 他觉得好像 我以前做过的事 全部好像电影一直来担心我 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 可以静 心可以静下来 教大家打坐的时候 你的腰一定会直 这样你的眼睛 差不多是七分到八分的 米纹眼睛 如果你觉得很乱的时候 你可以让一种叫做 数你的呼吸 就是我们一个是吸 帮你呼出去 你吸多长 你慢慢计 一二三 如果到六你就到六 到十你就到十 这样你呼出去 也都是这样计 这是叫做什么 数呼吸 数吸的观想 这个是帮你可以 重复 比较容易 可以定下来 挺好的 即集中 是的 集中 你定下来的话 气就可以很顺 气可以顺 身体会健康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吸的时候数一二三 呼的时候是一二三 如果大家想长一点 也可以 因为我对宗教 其实也不太深的认识 不如可否用一些 简浅的方法 告诉我们 究竟在宗教方面 有没有一些故事 或者可以分享 如何可以帮助长者 其实一般过去的人 认为佛教 只是念法 拜法 送法 其实在佛光山 我们的师傅 昔雲大师 他就说 学法 念法 拜法 是很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行法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就可以修行 这样最简单的 亦都是 最方便大家做的 最好的修行 就是转念 转你的念头 因为一般人 我们好像是疫情 疫情 大家都不想 很多人就因为疫情 就会觉得 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人生好像少了很多乐趣 一直一直这样 关注 向那个 negative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段时间 最好的法教 请大家可以做到 帮助大家可以做 就是转念头 这样怎样转呢 有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婆婆 她经常由朝到朝 都是哭的 天天都在哭 所以 哭久了 大家就给她一个名字 叫她喊婆婆 有一天 有一个蕾丝 走过这个地方 就听到 这里有一个喊婆婆 她说 谁会有一个叫喊婆婆 她就去看 才知道这个婆婆 整天都哭 由朝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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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她问一下 婆婆你为什么 整天都哭呢 那个婆婆就说 你不知道啊 我有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 她天天想到 那女儿呢 我就觉得人生真是苦了 所以开心不起 你就哭了 那么那个蕾丝就说 那你怎么会 怎么会想到 人生是苦的 那两个女儿是发生什么事 她说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我一个女儿呢 你看今天 太阳这么大 我第二个女儿 她是嫁了一个 给人买那个 玉衣 她说你看 太阳这么大 谁去买呢 所以你看她的人生 怎么过得下去 真是苦 你说我哭不哭 那那个蕾丝就说 有道理啊 不过呢 如果下雨那时候 你应该停的 应该不会再哭的 那你为什么下雨又哭呢 她说你不知道了 我的大女儿 卖给人家买豆浆的 你下雨谁去买豆浆的 你看下 下雨那时候 她的人生怎么过呢 苦不苦 你说师傅你说 我哭不哭呢 我天天都想着 他们就开始哭了 人生真是苦了 那么蕾丝就帮她说 哦 你说得也有道理 不过呢 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 这样你会帮你的女儿 生活会改变的 你说什么方法呢 她说很容易 她说当太阳很热 出来的时候 你以为你的大女儿 买豆浆的那个 就是有生意了 生意好 很不得了 这个生意好 这样就可以那些钱 收上来 是 人生就好过了 这样下雨的时候 你以为你另一个女儿 每个人都需要来买这个乳衣 这样生意又会很好的 这样这个婆婆 一听下去 他说 有道理 这样一想 一念头一转 这个婆婆又开始 一直笑 一直笑 过了一年 这个蕾丝又回来这里了 这样就说 不如去看看那个哭婆婆 请问哭婆婆在哪里 他说 我们这里没有哭婆婆 他说 没有啊 那这里有谁 我们是没有哭婆婆 不过有个笑婆婆 每天都在这里笑 那蕾丝说 好啊 那我去拜访一下她 结果进去看 这个就是那个 每天都在这里哭的婆婆 现在一转个念头 就变成开心了 所以转念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懂得转个念头的话 很多的那个 不开心的 也都会变开心 苦的也会变狼 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我相信听完这个故事 说得很简单 一念之差 但听完这个故事 我发觉 其实应该可以怎么做 是 另外我知道 这段时间 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你们的信众等等 都不可以说 大家一起聚集 一起重经等等 这段时间 怎样可以跟他们沟通 帮到他们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信徒 也都是帮这个 这次 刚才帮大家分享的 是很有关系的 是 也是因为疫情 一般来说 他们很喜欢去佛同 其实 很多两天三天 就来到佛同 拜佛 念法 诵经 听经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在家里 又没有人 自己一个人住 没有人照顾 所以就慢慢慢慢觉得 人生是很没意思 很没乐趣 不过就有人来帮我们 说 师傅 你应该是否可以打电话 来关心一下他们 后来我们打电话 去帮他了解了 帮他开导了 他也是觉得 自己什么都不懂 就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念法有没有办法念一天 送经有没有办法送一天 所以他不知道 他可以再做什么 所以后来我们就教了他 慢慢慢慢 帮他开改 帮他说 其实你慢慢可以学习 人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不要停留在那里 我知道有些画是他画的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了很多的 其中一班就开了 教他们怎样画画 他一开始说他不懂画 他说你懂六八就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画出来的 哇很漂亮 这样画出来 他一画出来 他日日就开始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用功 这样到开第十堂货 这个就是他画出来的 他帮他拿那个佛经 来画出来一个图出来 这样画出来 帮所有的同学分享了 个个都觉得很开心 个个都叫他帮他们画 所以他一开始 每天都可以变成很忙 很充实 所以每天你打电话去问他 有没有时间聊天 他说师傅没有时间 我很努力地够我的功课 帮别人结缘 所以这个也是 如果学法的话 你懂得转个念头 你懂得去改变自己的懒法 念头一改 你的世界就变不一样了 今天真的很开心 跟三宝子的主持 余洋法师聊天 我自己都学了很多 希望电视机旁边的 长者或观众 都像我一样 知道一年之差 今天其实也访问了 另外一些宗教朋友 一会再来聊天 今天多谢你 多谢主持人 多谢 多谢 好了 继续回来就是不老八十 今天也请来 另一位宗教朋友 上来跟我们聊天 他就是三藩市播道会 义务顾问牧师 苏永阳牧师 你好苏牧师 你好Raymond 你好 是啊 好久没有见你 很开心又见到你 因为我今天很多事情 都想跟你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你一些关于宗教方面 怎样可以帮助到长者 其实不如很简单说一句 你知道长者 其实不单止是身体健康方面的 需要帮助 或者心理辜负助方面需要帮助 其实心灵也很需要帮助 那究竟在基督教的角度来说 究竟怎样可以帮助到长者 事实上一个人是有新心灵 就是 新心灵互相的关系都很密切的 或者如果要说到心灵上的需要 或者我说一些过去我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能会认同感会大一些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新闻市播道会 我们有一个叫成人团契 大多数都是长者朋友来的 那我们每逢星期六下午 我们就会有一个聚会 唱一诗 很开心 那通常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圣经 那天我就会利用圣经 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就讲到抑鬱的问题 那我们讲讲一下的时候呢 就突然间有一个大概七十多岁的婆婆呢 就从外面就走入到我们各个的教会里面 就坐在那里听一份 那我都觉得很有趣 但因为当时的聚会已经进行着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是骚扰这样 有她在那里听 我就留意呢 一路讲的时候 讲到抑鬱的问题的时候呢 她就一路在那里哭 我就知道有些东西了 完了聚会之后呢 我就问那位婆婆 说可不可以 介不介意我们一起上去办公室 聊聊天啊 她就很好啊 于是我们就一起上去大家聊聊天啊 她就跟我说 她就隔我们一条街主而已 她说我几乎每天都经过你教会的 所以呢 是教会的情况呢 里面怎么样我不知道 在外面我就很清楚了 她说我今天为什么会有兴趣来呢 牧师不妨我告诉你 我已经预备好了 在两个星期之后 我孙结婚之后 我就准备结束我的生命自杀 我听了的时候吓了一条 我就问她发生什么事啊 她说呢 长话短说了 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抑鬱症呢 是很久了 我一直不肯去看医生 靠自己用这些方法去解决 我失眠了 没有胃口了 想事很灰暗了 我觉得人生是很没意义的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都大过了 没有什么负担 孙也有了 等我孙结婚之后呢 我觉得我已经要走的路已经走完了 所以我就结束我的生命 那我问你家人知不知道 她说不知道 那我就告诉她 我说抑鬱症是很通常的 在美国的地方 差不多一百个有十多个都有 这些这样的情形很通常 但是呢 因为只是有得医的 90%是有得医的 不如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谈一下 怎样去走那条出路啊 不用一段死才是一个出路啊 她就一直哭着跟我说 她说 没用的 我都没用的了 在这个世界都是多余的 我就用了一些唇舌 她告诉她不是的 人永远是有盼望的 不要这么放弃的 不如我跟你一起 打电话给你的儿子和他聊一下 于是我就有机会联络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其实都知道她的问题 但是没办法呢 是叫她妈妈去看医生 那在过次我们三个人在电话聊的时候 大家同意就去见医生 那她就去见医生 那我就跟她说 你不是第一个我看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时候 都遇到有人有这个问题 通常有三个方法 是很有效的 第一呢 就是见医生吃药 因为一个人这些病 是跟一个人这个老的化学物质有关系的 那这个病呢 在医学上呢 不是没有得医的 第二 那也是跟你的人生观有关系 如果你找一个专业的辅导员 去辅导一下你 也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 你需要有一些的团体 有一个支援系统 有一个支援系统 有一个大家可以谈一下 好像刚才你来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老人家 以前他也有一个抑郁病 但是来了之后你发现很不同 因为他有一个支援的系统很不同 他听到之后就好像是明白我这样的 于是他就开始治疗了 不单止治疗 他也开始来我们教会 很奇怪一件事呢 半年之后他几乎完全康复了 以后呢 我每逢去探访 或者遇到一些有抑郁症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抑郁症 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也不肯去寻求帮助 那我就找他和他分享他的见证 其实他说一句比我说十句 因为他是过内人 其实他也帮了不少的人 他的家里他先生也是 后来到了教会信了主 他一直来说 我发觉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有这一类情绪病的人 他们不敢去看医生 也不敢专业人士 他怕着说你真是当我瘋了 他真是当我瘋了 所以很多尤其是老人家 他不肯去看医生 但是呢 他肯见牧师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些人来看牧师 不会说呢 是痴线 就是不会这么说 就是呢 好啊 宗教好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发觉我们往往呢 是这个的 神职人员呢 就做了前线的工作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抑鬱病 情绪病 能够是给一条正确的路 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对一些在情绪里面有问题的人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还有其实现在 是 还有现在社区上面 很多不同的团体呢 都是去尽量去教育一些人 希望他们知道 其实情绪病是一种病而已 不是说我们以前的概念 是的 例如发神经啊 痴线啊 那些这样的用词 其实情绪病也有一种病 就是好像你伤风感冒 也会是病 只不过呢 是不同的地方病 可以 好像苏牧师所说的 可以医治的 其实苏牧师我想知道呢 在心灵上 是我们知道真的需要帮助 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那我怎样才知道 我自己在心灵上 是需要帮助的呢 其实呢 我们无需要这样 加压分了呢 你的心灵也影响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就影响你的健康 有很多这些的病呢 是从你的心 身体里面表现出来的 其实身体里面表现出来的呢 未必是等于呢 是你身体 比如你胃不舒服 你睡不着觉啊 或者呢 你没有了胃口 一直消瘦 那这些都是身体问题来的 但是你发觉 厌身厌疾都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那可能情绪有问题 你情绪问题 但是中国人来说 觉得 你们这些情绪 跟人聊聊聊聊聊会好呢 那就往往呢 所以为什么 他们在教会里面呢 吸引了很多这些人呢 因为他觉得 在教会里面 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呢 就是心灵啊 这个身体啊 情绪啊 其实呢 很难把它这样分割了 就是这个所谓英文的 compartmentalize 不是一个好方法 全部是互联的 那我又讲另外一个故事呢 或者大家可以了解的 又有另外一个的老人家 他移民到了美国 不是很久的 而他丈夫在香港 死了之后呢 他就 结果呢 他本来一直都不想来美国的了 但是呢 丈夫死了 那我 在香港没有人了 那他呢 就移民来了这个美国 我都说英文的 跟他媳妇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磨擦 非常非常大的磨擦 他就很不开心 他已经是移民了 来了美国 不能回到香港了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天天不开心 就是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就很辛苦了 他就在电台呢 我想我那时候呢 就有个节目叫做屋前下的 跟胡张超先生主持一个节目叫屋前下 他听到之后呢 其中一个我说到家里的问题呢 他就非常的感动 很有趣 那呢 就 结果就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就有机会去谈谈 就是他的问题呢 就是 家庭的问题 引致他的情绪啊 身体啊 各方面的问题 那我就有机会 去跟他谈谈 啊 啊 了解一下 跟他儿子又谈一下 跟他媳妇又谈一下 那我们想到一些方法呢 可以帮到他 那 那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他这样的年纪呢 他如果他的情绪啊 或者感情 或者其他完全靠到他儿子的时候呢 一定有问题的啦 就是反而他有独立 他能够可以呢 是 啊 自己 有他自己的世界 有他自己的天地 啊 那结果他后来 就是长话短说了 后来呢 他就有一个儿子帮他 去 去 附近 找到个房子 住 嗯 去教会 参加团契 哎 他又唱乐曲的啊 啊 那我们有些乐曲班 那样的福音乐曲 哇 他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是 是 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你会发觉到呢 是一个 其实这些这样的情形 我也不知道数 就是数到几多 几多这样的 cases 就是说这个教会呢 是给到他一个家的感觉 是 是 所以 所以有时候宗教呢 就是譬如上教会啊 一班人可能 可能差不多背景啊 可以大家互相倾诉啊 也都在心灵上面得到的支持 那这个是很紧要的 那这个是很紧要的 今天真是多谢了呢 就是三藩市播道会的 义务顾问牧师 苏榮杨牧师 多谢了你苏牧师 希望下次可以有多些时间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故事 多谢了苏牧师 OK 好 多谢了 今天呢 真是多谢了两位呢 在宗教方面的朋友上来跟我聊天 我自己呢 真的觉得获益良多 学多很多东西 其实呢 很多人都以为 长者的服务呢 会是 只是关于他身体健康方面 譬如可能 有健康 比如头痛啊 要去找看什么医生啊 或者心脏看什么医生啊 脚部有问题 看脚科医生等等 又或者另外呢 在心理方面有问题的 譬如抑鬱症啊 招累症啊 就要看心理辅导啊 社工帮到他们 还有当然另外一些 譬如送餐服务啊 接送服务 很多很多不同的服务 但其实 另外一件事都很重要的 就是心灵方面 怎样可以帮到长者 那些长者需要什么服务 或者最后他决定他自己 要什么服务 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 那希望我们一年二十六集的 不路八十呢 可以帮助到你们 是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还有呢 就是多谢了安乐居 赞助这个节目 让我们有一个平台 可以讲多些 关于一些长者服务 给大家听 也都多谢大家 一路的支持 在电视机旁边 支持我们 看我们的节目 和上网看我们的节目等等 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 继续关怀我们身边的长者 后会有期